現在的薯仔很容易燜到的薯仔溶掉 賣上口感也沒那麼好 那怎樣才可以保持薯仔完整呢 其實方法很簡單 首先將薯仔去地 切好之後放入冰水裡 加兩至三湯匙白醋 浸去十五至十分鐘才煮 這樣就不怕薯仔煮到蓉蓉冷冷的 薯仔煮到蓉蓉冷冷的